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双音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老大男 我真的是一听到双音我简直整个头大 所以呢我开始就会避免去练一些双音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真的很不想练它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很让人抓狂的一个东西 我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发明双音出来 一个音就已经很难了 我们还要同时的拉两个音 三个音甚至于四个音 那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如果你遇到了问题 你就是要去面对它 你去找一些方法来帮助你可以更快的解决它 总比你逃避它要好 所以呢今天我就想给大家一些小的tips 来帮助大家来练习我们的双音六度 我们大家看下去吧 其实呢在我们拉双音的过程中 它呢手指把这个框架是有规律可循的 就像大家在初学小提前的时候 可能老师会告诉你 我们的全音呢手指要分开一点 我们的半音呢手指要并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拉双音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道理 对于六度来说呢 我觉得我们在遇到六度的曲子的时候 我们呢要先分析一下它是大六度还是小六度 我们就拿最常见的这两个音程来说 就是什么分六啊减六我们先不讲它 我们就先讲最常见的大六度和小六度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拉大六度的时候 我们的手指它会分开一点 在我们拉小六度的时候我们的手指是并在一起的 但是这种情况它一般会就是在跨弦 而不是就是在同一根弦上面 大家根据这个就是小tips就可以回头自己来试一下 然后在这里呢我也想先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一个大六度 我呢就以发和ry这两个音来作为一个例子 来帮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先来一个发ry 好大家来看一下我的这个二指和三指 它们的位置是分开的对不对 它们中间呢是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呢这就是大六度的框架啦 好我们现在呢来拉深发和ry 这是一个小六度的音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二指和三指 它们是不是并在一起的 这个呢就是小六度的框架啦 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的tips 大家回头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谱 然后来分析一下它是什么样的音程 然后呢我们在总情上面找一下这样的音 看是不是和我说的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自己的见解或者是想法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转发评论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免费的一对一试课呢 欢迎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添加Sky音乐分享 寻找课程顾问找他就可以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